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人生有些事,不见得非要亲身经历,才能长教训 有时候,看到别人的亲身经历,照样可以吸取教训 下面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总结出的婚姻教训,分享给所有女性朋友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01婚姻想要走得长远,对方的人品很重要,大多数人结婚,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 想在一辈子这么长的时间里,过得舒服,就需要对方人品过关 比如,对方不会出轨,对婚姻忠贞不二 以及为伴侣孩子老人付出,而不是做甩手掌柜 这些东西,远比一时的情爱要重要得多 我有一个熟人,结婚时,也是跟丈夫两情相悦的 可惜婚姻漫长,所有的心动都可以被岁月磨平 时间久了,他们只剩下互相厌弃 其中,女方最厌烦男方的点,就在于男方不负责任 只知道当甩手掌柜,搭顺风车 结婚时多年,男方从不洗衣烧饭,即便女方生病时,她也从不下厨 而是要女方拖着病体去做饭 这种冷漠和懒惰,已经把所有温情都消磨光了 其实,结婚时的悸动,往往维持不了多久 漫长的婚姻生活,更需要的是一个体贴入微的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始终都能担起家庭责任 对妻子能多些体贴 那妻子才会过得舒心一点 不至于对婚姻心碎 所以说,考察男人的责任感,非常重要 零二脾气跟人格 非常的重要,结婚归根到底,是跟另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 倘若对方的脾气很好,不会动不动大喊大叫 那么这段婚姻,应该会过得不错 反之,就会非常难熬 我父亲呢,就是个脾气急躁的人 这么多年里,都是我母亲对他容忍 但是我母亲也坦言,这并不容易 有时候,父亲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只会让他委屈痛苦 如果我父亲的脾气好一些 人好沟通一些 这段婚姻的质量会更好一点 现实当中,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是非常难改变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结婚对象 一开始脾气性格就不好 那你就不要寄希望于他的改变 因为这是很难的 还不如理性考虑是否选择其他的结婚对象 零三女人,要学会爱自己 女人想要婚姻幸福 并不是一味地付出就可以做到的 这世上,有太多的傻女人 为了家庭付出了一切 最后照样被丈夫抛弃 被孩子厌弃 所以说,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 否则是真心对不起自己 我有个闺蜜 即便结婚生了孩子 她仍然很爱护自己的容貌跟健康 她每个月都会花一定比例的钱 去买新衣服,做美容 还会经常去锻炼身体 维持自己的身材跟健康 所以,她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 根本没有被婚姻摧残的痕迹 其实,这跟她选老公 也有很大的关系 她老公爱她 也尊重她 乐意让她花钱花时间 去打理自己 反之,有些老公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 只把妻子当作做家务根生孩子的工具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妻子 在自己身上花钱 这种婚姻 女人往往就老得很快 女人结婚前 就要擦亮眼睛 找到真是自己的丈夫 这样结婚以后 才能拿出时间跟金钱 来养护自己 现实里 人际关系的烦恼 总是纠缠着我们不放 比如 父母子女的矛盾 情侣夫妻的矛盾 各种矛盾 都让我们心力交瘁 其中有些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长久 能够圆满 却总是做不到 其实 无论哪种人际关系 本质上 想要长久 就要做到六个字 做到了 关系会很长久 很稳固 零一价值 现实里 任何一段关系 想要长久 都要考虑价值的意义 哪怕是情侣夫妻 也得考虑双方提供的价值 没有任何价值的关系 是脆弱的 是不堪一击的 有时候 有些关系的破裂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单方面索取价值 所以让另一方望而却步 最后就放弃了 举个例子 几年前 我刚开始参加写作训练班 当时遇到过几个大神 粉丝数很多 于是我总是迫切希望 对方能转发我 增加我的粉丝 但结果是 对方根本不搭理我 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没有对等的价值 提供给对方 对方自然不甩我 我这样单方面 跟人家索要价值 是很蠢的行为 必然得不到回应 这一点 在职场上 生活里 可能都适用 现实里 想要保持长期稳固的关系 双方能提供的价值 要比较对等 你给我提供价值 我也给你提供价值 且差不多 那这个关系 还有点意思 一旦一方提供的价值 突然暴增 而另一方 还是原地踏步 这双方 就拉开差距了 零二三观 现实里 很多人维持朋友关系 不是靠价值 而是看三观 毕竟 不是所有关系 都需要特别物质 特别实际 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 彼此说的话 做的人生选择 都差不多 反之 三观不一致的人 就算有血缘关系 往往也不能和睦相处 人和人的关系 三观是个重点 举个例子 逢年过节 你的亲戚们 是不是有些人 让你头疼 说话呢 说不到一起去 对方还一顿 说教 这 就说明 你们三观不同 三观不同的人 相处在一块 彼此都难受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左脚 穿了右脚的鞋子一样 别扭 总是想纠正对方 但是又会爆发冲突 最后的结果 就是分道扬镳 零三愉快 现实里 无论任何关系 都讲究一个融洽 愉快 相处融洽的关系 人们会想经常见面聊天 甚至一起出行 相处不融洽的关系 彼此都讨厌对方 举个例子 我家楼上有户邻居 在外面看着都很正常 是一家人 但是经常关起门来 疯狂吵架 一次一个多小时 最后是哭声喊声一片 你说这还是一家人吗 他们看到彼此 不会厌烦吗 现实里 无论在亲近的关系 都讲究一个相处时的氛围 你跟对方相处的氛围好 那就喜欢经常来往 反之 那就恨不得跑得远远的 再也不见面